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不止呢 请往下看 你看这边 美国企业哦 第二季在公布财报的时候 提到了我怕通膨 我真的很怕通膨 你知道美国企业这么多家哦 500多家的大型企业 他提到通膨的次数竟然是9倍之多哦 还不止这第二个 第三个 有些的华尔街专家很生气 说你联整会的动作未免太慢了吧 等到你真的升息了 通膨引爆下的衰退危机 恐怕就爆发了 会不会大家所有的担心都来自于房市呢 OECD哦 OECD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所以全球的房市泡沫似乎已经成型 这个就是锅数都在涨 下跌的很少 不知道其展 刚刚这些重要的新闻 您的解读 好 没错 房市确实是引爆 接下来风景很大一块 但是呢通膨不只有在房市 基本上是全部都有 那尤其是影响了企业获利 那我们都知道嘛 今天要赚钱 如果他成本一直提高他怎么赚钱 所以呢分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在这一次的美国的很多的企业财报里面 他特别提到 劳动力成本这一段时间不断的上升 而且供应链当中 大宗商品的成本不断上升 这两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属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膨 而且你难道你这个企业 难道你可以不雇用人吗 当然不可能 没办法吗 你薪资成长 你就是要多付钱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没办法避免的 第二个如果是制造业 尤其是这样讲基础建设嘛 那如果接下来很多工业金属又要再涨一波 你能够你做建设 做制造业能够不要吗 不可能 所以这个永远都会变成你接下来的负担 所以已经在调降了未来第三季跟第四季 他们的整体领域已经开始慢慢下滑 所以大家想一件事 近期虽然有一些缩减QE的压力 可是美股表现还不错 可是我告诉你 接下来这些企业赚钱越来越少 你觉得股票能涨上去吗 那可能就有压力了吗 第二点是什么 目前为什么各国央行要开始给大家一点点 我要收缩资金的预期 要慢慢开始给 最大问题是因为资金题材永远是全球 记得是经济跟股市成长的重要话题 为什么经济很简单 如果资金很多 企业愿意投资利息很低 就是用投资来推动经济成长 第二个是股市热钱啊 有钱啊 股市随便买都会涨上去 可是如果接下来主要央行 你说最近在升息什么巴西什么的 新型市场 对于全球有影响 但影响没那么大 可是美国要升息 是全部的资产就要重定价 因为美国国债价格一上升 你可能股票的这个值率就没那么好 所以大家可能就资金要开始调控了 所以如果主要的央行 他现在不赶快 在升息前缩减QE钱 先给市场一些准备空间 告诉你们说 我可能要慢慢抽钱要走了 你们该卖的要卖一卖了 那如果接下来贸然抽头资金 市场就很紧张嘛 那到时候就乱卖 因为发现原本价格要通通往上涨了 所以他们很担心 如果不给你们一些预期 很有可能像过去的努力白费 我们讲一个简单概念 如果假设今天道雄涨到三万五千点 那好不容易从两万涨到三万五 结果因为乱卖大崩盘 三万五得到两万可能不用半年 白赚了 对 做了五六年的 好不容易涨上去 半年就全部回来了 那他不就白做工 所以全球央行要特别告诉大家 我们可开始要慢慢说减QE咯 有这一个机会出来 那帮忙压力真的快爆炸 确实是 尤其是今天晚上八点半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公布了 市场的美股已经开始反映了 这时候公布的这个通膨数据 如果持续冲高 因为现在是今天八月 所以他公布七月份的通膨数据 那请大家记得 我们之前有说过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第二季 本来就是去年超低机期 所以通膨高很正常 可是如果到了下半年通膨还飙高 那就表示不正常 表示很有可能 这个通膨是结构型的 而非季节性的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季节性的是 因为之前机期太低 因为这样去年油价不太变富的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油价只要涨一点点 它就涨幅非常高 低机期的关系 可是如果它是结构型的 那问题就大了 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很简单 就表示我很难透过我这些通膨 因为机期定高的方式 去把它压回来 因为薪资上涨 它就是真的上涨 它回不了头了 物价 民生物资上涨 它就是上涨 所以通膨如果接下来变成结构型的 这时候联准会升息的速度 如果不赶快的话 通膨往上爆充的速度 可能就压不下来 所以要赶快 如果太晚升息就麻烦 对 没错 我讲一个简单概念 假设因为联准会 现在不是讲说 可能我们自己说 可能2022年左右就开始升息 我们假设2022年升息到2025年 要升息十次好了 我们假设是这样子 因为联准会目标是 要升息到2到3%的水准 那假设要升息十次 可是如果今天 它没有那么快升息 它只要2023年 它一样要升息十次 是不是变成每一年都要升三次 如果2022年开始升息的话 它可以慢慢的升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个很重要概念 今天如果我是负担慢慢加重 那我还有时间可以慢慢调整 我有办法应付 对 可是目标 它万一是我一次升息两码 天哪 一次升息三码 应付不来了 对 应付不来了 比如说我瑞涵公司借钱 借了一千万或两千万 你升个零点五零点三 我多加一点利息钱 天急筹钱 还来得及去应付利息钱 一下从零点五变成三 天哪一下利息这么多 我怎么办法 我企业可能就偷垮了 对 所以如果变成 必须加速升息的状况 下后经济的冲击就会更剧烈 有可能一样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把对外时间的努力 全部白费掉 垮到第一半会不会第二页 房市呢 OECD报告 好 OECD呢 出了最新的报告 告诉大家 其实最新房价的价格 一直在往上涨 全球都是 不光只有台湾 那这个我们之前追过 但是有很重要的特点 我们看 以这些先进国家来说 美国 第一期的激增率 是2.6% 那你会发现 中国 德国 日本 欧元区域都还可以接受 为什么美国特别高 特别高 很简单概念就是 因为超低利率 加上资产荒 光是低利率 不一定会推动房价上涨 因为如果低利率 但是你投资房价 赚不到钱 你也不会去买 可是你会发现 股票已经涨上去了 股票已经涨翻倍 再翻倍了 那房子还没有翻倍 再翻倍 那这时候呢 房子就相对便宜 所以超低利率就冲进去 那接下来 如果开始升息 第一个 持有成本就急升 尤其是 如果你今天是有钱到 你现金直接买房 那跟你没什么关系 可是绝大多数人不是 都是借钱买的啊 要付房贷 房贷有利息 利息现在假设零利息 可以开始收利息 跟利息三五% 这个东西你持有什么 就大增了 再加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房子的流动性 没有像股票那么好嘛 你哪有房子 你今天买两天 又哪有钱的 哪有可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容易引爆多杀多 就是当你持有利息 投资客付不出来的时候 就是乱到货 所以它会影响到 一般民众 他们的房贷 跟他们的房屋价格 那在之前进行海销 就是因为什么 房屋的价格 已经得到房贷的成本以下了 所以他无论如何亏钱 所以呢 如果接下来通膨失控 有可能导致 整个市场的泡沫加速破灭吗 这边有三个重点给大家 第一个 下半年美国通膨 必须要压在三%以下 今年等一下 因为已经公布的 预期是五点三% 但美国 CPI吗 对CPI 预期是年正月五点三 但美国今年预期 全年是三点四 目前是全年三点四% 超过了 对 所以如果下半年不压下来的话 就表示已经超标 不超标 如果超标 他必须要加速升息 第二点是 油价现在进入整理 是一件好事情 油价大概是在每桶75到 每桶65到73之间整理 看油价现在的K 油价的K 最近真的是 陷入整理在横盘 好 OK 那这其实算是一件好事 因为油价再冲上去 就表示什么 通膨爆冲了 对 通膨压力更大 好 OK 那第三个就是现在在讲的 美国的基础建设 大家记得 抢资源的力道不能过大 抢资源力道过大 就会变成了 大家什么 这些工业型的金属 所有东西的物价 往上涨 这样的通膨就越难压抑 感谢集团 讲得真好 谢谢您了 什么叫抢资源 抢股票 抢买原物料 抢房子等等 这些如果大家狂抢 我告诉你 房价只会更贵 股市只会更涨 原物料只会更飙 那您懂意思吗 利率很低 美国现在基准利率是 0到0.25了 开始规览一下 从鼠方姐来讲起了 美国参院通过了 1.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案 铁啦 尼啦 塑啦 都会有机会 当然了 金控来自于业绩的大提振 前面七个月都大赚钱 讲到了金控 鼠方姐有说 这些的金控 获利来源在这 当外资的买盘 如果不间断 当然就还会有续航力了 相关概念股 因为今天钢铁股 多数有点开高 走低的味道 还收红 但是不是收在最高点 因此淑方姐 感谢您了 帮大家特别列出了 有一些的转弱价区了 金控部分呢 看一下今年赚钱能力 还是颇强的 赚一个股本付邦金 然后将近一个股本 是国泰金 当然还有包括了 台积电的董事会 五大重要的决议哦 第一个重点 第二季的配息 应该说了 第二季的现金股利 是配2.75元 然后呢 还有包括了资本支出等等 全部都是增加的 董事会牵动 未来他公司的规划 明天MSI季度调整 淑方姐说 应该是连十降的 但怕什么呀 前面的九降 台股都没有跌啊 近年以来 外资也在卖啊 所以外资怎么会 因为明天如果真的 MSI调降我们台股的承重 外资大卖呢 他觉得还不至于 指标股呢 钉在台积电2454 还有包括了富邦金联电 看仔细了 看利多 是不是继续反应呢 第二个重点 刚刚政府说 粉丝呢 如果有15万 这粉丝提的 好不容易存到了15万 闲钱了 要用闲钱投资哦 不能用家里必备要用的钱 15万的闲钱投资 到底是要买一张0050 还是八张的00881呢 感谢政府帮我们比一比了 它都是一年配两次 配息情况在这儿 而且呢 前五大的股票 都是很雷同的 那行不行 买一张0050 yes 政府说 因为呢 有四大优点 买八张的00881 可不可以 也是yes的 因为呢 有三大的好处 可是政府说 何必要压高级呢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压一个0050 00881呢 这八张 这一张压这么大呢 你分散不是很好吗 所以呢 可以用 各用7.5万 买这个跟这个的 定期定额的买零股 不过政府有更好的 他自己的选择 可以0056 再加上00891 这两档各买三张 因为有四大好处哦 可长可短 一个稳健 一个积极 配息的是稳的 然后呢 积极的是半导体 各大产业 不都清酷了吗 第三个重点 是通膨 现在通膨压力 真的很大 如果不大 美国企业怎么会 在他的财报公布的同时 将通膨压力 冲击到他的获利 把他的获利 给压缩了空间 并少了赚更少就对了 为什么 刚刚齐展讲的 我美国企业 我今天请人 要用更高的 薪金薪水 请他 再叫做员工成本推动型 然后做出一支笔 做出一支手机 拍摄 买所有的原物料 这些材料都更贵了 再叫做材料推动型的成本 推动的通膨 两个都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膨 这代表现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是来自于结构型的转变 而不是季节型的 所以才会压求 大家现在呢 各国重量级的央行 要提早做准备 早一点点升息 用缓升 大家还应付得来 如果你晚一点点升 到最后急升 我告诉你 大家都垮了 因为利息前一下标的太高 这样的担心 原来从房市已经可以预告了 OECD看到了 房市美国涨很大 当时呢 这个因为他们低利率 0到0.25的基准利率 这么低 大家就拿借钱出来炒作了 加上资产荒 股市啦 因为都创历史新高 好像没在怕的 可通膨明明就很严重 感谢旗展说得好 下半年如果美国的通膨 没有办法压在三以下 再加上今晚公布的通膨 您看是不是就已经失控了 油价如果呢 再飙高 再加上了基础建设 抢资源 铁啦 泥啦 素啦 大家都在抢 那完蛋了 通膨的泡沫 贴定会破灭的 麻烦盯着三点看咯 以上结论 跟您做一下分享了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时间交给郁恒 也都破了季线 没关系 大家就把它买起来 收了下影线136点 请问意义何在呢 还有外资昨天买金控 今天继续买金控 外资已经变成真外资了 它的布局对台股的影响很大 因此金融涨意义在哪